首先我想代表委員會自協 因為上一次的會議 我們沒有法制在法定時間內舉行會議 要大家來多一次 主席,你不用代表立法會道歉 因為上次差兩個議員 如果她不DQ我和劉小麗博士 已經開會了 劉小麗就是虛視發言人 在會議長這麼久 我18個都參加的 因為為了拉布 算了,你們不用道歉 政府DQ是最錯的 接著我覺得看了之後 食衛局回答立法會的信 他就說 不應把小販行業定性為 一種提供與弱勢社群的社會福利服務 或協助扶貧的方法 接著BBC說 這個是完全錯的 不單單這樣就對 阿哥 你叫人自力更新 不賺工都要發人200 那如果人家走去 有一技之牆 炒星秋慘 炒得好 拿去賣有什麼問題 是不是 如果你安排得好的 你有19區 19區有這麼多短期租約的用地 或者未決定做什麼的用地 為何不能做 快山車 曾俊華 無緣無故山達拉 現在失敗了 是不是 你自己想出來的失敗 人家有優秀的傳統 做了很多的 無論是衣食住行 他們自己找著眼 幫一下自己 幫一下自己 那些街坊 都不行 錯了 不過傾來都沒有意思 你看看林鄭月娥 一個星期說四次的 現在又說連那兩百元都不收了 這個政府是什麼政府來的 其實老實說 各位小販的朋友 你們約細社群 沒有人跟你說 以前是有的 有個叫市政局的物體 1999年 全部的議員 都沒有委任產生 直選或者區議會派代表去 被你殺了 殺了之後 你又說加強區議會的功能 然後將那些職權 交給康民署和食衛署搞 變成沒有人管的 沒有一些市民選出來的議員 去看守那些事情 以前是市政局的議員 制定政策要執行有獨立的財政 說起什麼就什麼 拿到神家熟悉 市場就是他們起的 是吧 所以說來說去 殺局 你將能夠代表市民的議員的權力剝奪 那就暖了 你現在看民署和食環署 誰管他 大支野 就算你兩位政府主席去約他 都未必會見你 是不是 你殺局當日 民建聯贊成殺局 應該殺頭 殺局的結果 好 小販 的問題 就是殺局殺了19年 1999年殺的 所以我告訴你 主席 這班官員 現在沒有管管 以前在市政局都這樣出聲 斬它 各位 你不要聽政府說 香港 或者議員搞亂香港 是他們不給議員保護你的利益 包括 輝卿也坐在那裡笑 就這樣 就這樣